大家好,我是风情万种人见仁爱花见花开 善良大方美丽妖娆 学名小仙女的管辖着这片寸金寸土的俗称土地婆的同掌柜 我偶尔心谢来朝 会想着挑个盛眼的凡人 来实行一下扶贫助困活动 来体现一下我的小仙女本色 这不,我就看上了一个一看就需要帮助的小可怜 马奋斗 对,那就是要绑这个袜 那就是这么随意 马奋斗一个绝对的在生活的最底层摸爬滚打的小人物 回学校开个校友会都能被小学弟们无情的嘲笑 工作工作不如意 同学比自己混得牛逼 然后自己心心念念的比自己优秀的和自己分开了六个月的前女友 给自己打电话说要和谈恋爱半年了的男朋友结婚 马奋斗却只能强颜欢笑的跟自己的同居好基友斗嘴 然后笑着笑着就哭了 回忆总是悲伤的 尤其是回忆起要和别人结婚的前女友与自己曾经的快乐时光 就会更悲伤 马奋斗只成复业 做了一名光荣的保险推销员 却没有像父母一样对这份工作的热忱 过得很不开心 这个时候 同掌柜就开始了扶贫住困工作 仙女都是寂寞的 自然不会被普通人类理解 所以同掌柜一出场就被马奋斗当成了神经病 马奋斗收到了一箱子一看就是塑料做的元宝 更加加深了马奋斗觉得同掌柜是神经病的想法 马奋斗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不如意 打球受伤 无处不在的前女友 还有说起话来分分钟能够气死人的同掌柜好基友 这时候小仙女同掌柜又出现了 说要实现马奋斗曾经许下的19个愿望 本来马奋斗觉得自己遇到了神经病 所以并没有把同掌柜的话放在心里 然而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 马奋斗发现水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会劈叉 然后他就给自己的同掌柜好基友说 他的同掌柜好基友觉得他神经错乱了 让他睡一觉就好了 但是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马奋斗他失眠了 马奋斗熬到了早上 一出卧室 发现了在客厅里吃早餐的同掌柜 同掌柜告诉他 你六岁的时候说你最讨厌洗澡 七岁半的时候说你最讨厌睡觉 所以我帮你实现了愿望了呀 以后你就不用洗澡 也不用睡觉了呀 然后马奋斗看表的时候 忽然发现自己看不懂表了 同掌柜又说了 你九岁的时候说你再也不要学数学了 从此你就不识数了 你这质商基本就告别手表了 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马奋斗突然发现自己的爸妈告别了祖传的保险事业 变成了拍毛片的了 然后回到家发现自己的爸妈一把年纪了 还在拍毛片 为西洋红做贡献 而同掌柜变成了毛片导演 马奋斗依然没事的时候 回忆回忆自己和前女友的美好生活 回忆到了兴起 看到了前女友留下的东西 就拿着东西去找前女友了 前女友和马奋斗一起回忆了一下 曾经的奇葩经历之后 马奋斗就和前女友说了一下 自己现在更奇葩的经历 正准备找水证明给前女友看自己不能碰水的时候 马奋斗突然就现场长出了F4的发型 前女友分分钟就接受了马奋斗所经历的奇葩遭遇 这边善解人意的前女友刚走 马奋斗少年时为之痴狂的性感迷人的陈老师 就忽然出现强撩马奋斗 并且还给他了自己的小血针 看样子这应该是马奋斗上学那会儿许下的另一个愿望吧 原来不只是我对老师有个幻想啊 然后同掌柜又给马奋斗准备了任何一个男人 青春期中梦想中的终极卧室 这边马奋斗还沉浸在自己的卧室中回味着青春 那边一转身来到篮球场 马奋斗就已经从一个打球菜鸟 变成了能和乔丹相媲美的篮球之星 马奋斗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关注 觉得自己变成了球场上的Superstar 马奋斗决定去找前女友珊珊 同掌柜给他变出了一个堪比优衣酷的大衣帽间 完成了他当初希望可以随便选衣服的愿望 马奋斗开着同掌柜给他变的豪车 觉得自己的生活简直走上了康庄大道 只有豪车怎么能够体现同掌柜的功力 同掌柜还给马奋斗变了一辆自带羞羞特效的山寨版变形金刚给他上 也是很体贴了 马奋斗到了酒店之后 才发现其实这才是刚刚开始 同掌柜准备的是一条龙服务呀 成群结队的妹子 取之不尽的钱 想去就去的旅行 适合玩乐绝对高端 本来这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 可是马奋斗心里心心念念的都是明天就要结婚的前女友 屁股都摸了 现在说想着自己的前女友也是很清晨呢 不过没关系啊 现在有钱 自认飞机说掉头就掉头 也是牛逼 马奋斗回到家 看到自己的同居好基友正合好基友的女朋友你浓我浓 两个人对着马奋斗一番教育 马奋斗决定和前女友表白 就在这个时候 罩杯从A变成ABCDEFD的前女友 气势汹汹的赶来 原来你就是嫌弃人家凶小 两人又强行验了一波彼此的缺点 马奋斗强行表了一波白 前女友在感动的热泪盈眶之后 还是回去准备第二天的婚礼了 马奋斗还是决定要去阻止前女友结婚 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是爱前女友的 来到前女友家之后 被前岳父强行避咚了一波 被前岳母踢了一个子孙脚之后 强行变身金刚狼 卧槽这都什么鬼 马奋斗经历了千辛万苦 却没有见到前女友 这个时候他的同居好基友告诉他 你忘了 你许得最后一个愿 你说你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了 这个时候各种武装力量集结 过来阻止马奋斗见自己的前女友 就在马奋斗觉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同居好基友说了 你要是不想实现这些愿望 你就把你之前收到的那一箱元宝退回去 就像快递一样 拒收 一切回到从前不就行了 虽然我没有理解这有什么逻辑关系 这之前的愿望都实现了 退回去就能回到最初了 反正剧情就这么设定的 就得这么办 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 他们终于将快递退了回去 并且召唤出了土地婆 终止了愿望的实现 马奋斗赶到了前女友的婚礼现场 和前女友来了一个忠心表白 最终抢婚成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曾经有过什么梦想吗 也许这些梦想也不一定是什么梦想 或者也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可 我小的时候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天天吃泡面和火腿肠 现在住在地下富二层的我终于实现了 却怎么也找不到 小时候那种雀业的心情了 或许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跟没钱却只能吃什么的感觉 应该不一样吧 我是疯一样的娘子 爱你们呀 摸摸的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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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一下